我女兒特製的 該不會喜歡我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ys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宜蘭 終於要來試試看宜蘭的什麼 蔥油餅啊 什麼鴨什麼有的沒的 那今天呢 我抱著一個非常期待的心情 有人家都跟我說 欸 Toys 你一定要去宜蘭 試試看那個什麼 柯絲蔥油餅啊 什麼有的沒的 出發 各位 馬上來見證一下 這個宜蘭的特產小吃 到底好不好吃 Let's go 欸 各位觀眾 來到宜蘭第一家的 最有名的蔥油餅 聽說宜蘭人想吃都得排隊 據說這一家算是 宜蘭裡面最最最最最最有名 而且最好吃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吃啊 但是吃過才知道 好 我們要排隊 來啦 那我們先試一下 它這個招牌蔥油餅 首先是它的外觀 其實跟一般的蔥油餅 已經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一般可能吃到的蔥油餅 可能是那種薄的嘛 會可能吃起來那個油份比較充足一點 因為沾了很多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蔥油餅 它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厚的 跟一般蔥油餅的做法很不一樣 然後它中間還會再夾一個蛋 所以我覺得這個蔥油餅應該還蠻好吃的 試試看 欸 很好吃耶 就是它的那個麵皮很Q 它在這麼厚的狀況下 也吃不出來那種麵粉的感覺 它整個超Q 超軟 超爽 然後它中間再夾一個蛋 那個醬的調和 這個蔥油餅滿好吃的耶 不簡單 其實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它的麵皮做得太好吃了 這麼厚的麵皮 一般來說你得吃得出那種麵粉的感覺 但是它完全不會 可能是因為用油去炸過什麼有的沒的 所以它讓它很熟的很透 所以變成說它沒有麵粉的感覺的情況下 吃得讓你非常爽 而且我感覺它的蔥啊 是加在那個蛋上面 所以變成說它麵皮跟蛋上面的蔥的結合 我覺得比起你整個蔥撒在那個麵皮上面 吃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好吃 要是這種早餐店 坐在我家樓下我肯定每天都來一份 喔 這個屌 八叔 你是葵石公道博物 欸 妳好妳好 妳好啊 春卷婆 謝謝 謝謝 妳要什麼啊 來啦 小小一條春卷 用聞的啊 其實也充滿了宜蘭三星蔥的味道 所以 挺香的 說實話挺香的 但是要看它炸得夠不夠好 那個油膩感會不會很重 試試看 裡面 哇 好燙 它裡面全是蔥啊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春卷不太一樣 就是來到了宜蘭你就會發現 它們都是吃蔥長大的 就是這個味道就是它們要的味道 但是這個春卷 可能沒有吃過的人會覺得挺不習慣的 雖然說它的蔥還是很香很好吃 但是薄薄的一條 然後裡面全是蔥的感覺 有點覺得沒有搭配得非常好 但是我只能說這個春卷香氣十足 妳要外皮酥脆 吃起來的時候其實還挺爽的 只要妳一旦習慣了這個宜蘭的形式有沒有 就是來這裡就是要給這個三星蔥給洗腦的 喔 這個味道好吃 這個味道好吃 我沒有在唬爛 它裡面真的全都是蔥 就是一個脆餅包著三星蔥而已 這個應該叫做三星蔥油卷 這樣應該比較對一點 你們看不到春卷裡面該有的鮮料啊 不過我覺得不錯吃 還不錯吃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好吃習慣 因為蔥嘛 蔥粉應該是個拿來配搭的東西 它變成在吃蔥的耶 這個三星蔥它有一個很獨特的香氣 然後你吃起來呢 跟一般的蔥煮起來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它吃起來是很爽的 然後咬下去很像是有一個很香的肉味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蔥可以做到這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滿特別的 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的配搭的材料 但吃起來確實有肉的味道 可能它把這個蔥醃過嗎 還是怎麼樣 很香 好 那麼這個春卷呢 10分是滿分的話 我感覺可以給個7分 我覺得7分可以 因為首先它很便宜 然後你吃起來就是充滿了宜蘭的特色 炸的也算是挺酥脆的 蔥在裡面也沒有過熟 應該說它沒有把它炸到焦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特色 我覺得挺棒的 7分可以 Hello 各位觀眾 吃了前面兩家都是油的 哈哈哈 決定要來先喝個綠豆沙牛奶解解膩 這家也是我剛剛在路上有一個粉絲告訴我 他說這邊的綠豆沙牛奶不錯喝 馬上就來買一杯試試看 來啦 欸 滿好喝的耶 就是它比我想像當中更濃稠一點 那個綠豆沙更強一點 因為我們一般在喝什麼 木瓜牛奶西瓜牛奶的時候 它都是很稀的嘛 但是它帶有那個西瓜的味道 跟木瓜的味道 但是這個它的主體是綠豆沙 並不是牛奶 牛奶只是個配戴 讓你喝起來的時候更順口而已 這個好喝耶 哦 而且它綠豆沙也不會太甜 剛剛好 綠豆的味道也很香 欸 這個超好喝 如果這個你有經過宜蘭 我極力推薦這個綠豆沙牛奶 喝完之後你一定覺得 哦 這個綠豆沙屌中之屌 好喝 走吧 好啦 那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家 這一家是我們剛剛在路上看到粉絲 他告訴我們這一家非常有名 然後什麼中國 蛇尖商的 蛇尖商的中國 有介紹過 既然粉絲都推薦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走吧吧 來啦 我們最後一家 這一家老眷村流麵 算是網路上比較知名的 在蛇尖商的中國也有被推薦過 那我剛剛去裡面看了一圈 我發現那個馬英九前總統 也來吃過 我剛剛問的老闆呢 他是說要推薦我們點幾個東西 首先是一個叫做二兩麵的麵 那我們先點一個二兩麵 然後再點一個半筋半肉麵 然後我看他有一些字 他是紅色的 所以可能是招牌嗎 那我們再點一個牛肉湯角好了 好啦 那麼我覺得點三個東西 應該就夠了 因為我們晚上還要去 宜蘭的附近的夜市去逛一逛 所以我們也不要吃太飽 今天就吃三家就夠了 來 點餐吧 來啦 各位觀眾 終於上菜了 首先我們先來試一下這個二兩麵 二兩麵就是重慶的麻辣涼麵 但是其實它是熱的 然後它上面拌了一些 有點像是那種乾的辣醬的那種感覺 那看起來蠻好吃的 我覺得特別開胃 我先試一點 嗯 聞起來有那個麻醬的香氣 很香 欸 很好吃耶 它整個麵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 真的 它的醬呢 是有點用那種麻醬 加上上面的乾辣椒 配搭出來那個味道呢 其實它不會膩 那個辣反而讓那個醬去解膩 然後它麵條很Q 它麵條是我喜歡的那種麵條 又Q 又帶點粗度 有口感 整個東西吃起來很舒服 嗯 哦 特別是它那個辣椒 我覺得辣度剛剛好 它是沒有辣度可以選擇的 它就是小辣 然後它吃起來呢 說實話 不怎麼辣 但是那個辣的味道呢 這樣越吃越過癮 哦 這個很好吃 嗯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 這麼有水準的麵了 而且重點是 它麵本身就已經很有口感了 它再加上那裡面那個脆脆的那個 應該是炸蒜 所以吃起來有很多種香氣 別看它簡簡單單一個拌麵 其實裡面非常不簡單 嗯 我好喜歡吃這個麵 10分滿分我給10分 這個麵 應該說在外面我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特別的麵 除了有口感 它連麵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就很棒了 我們再來試一下這個半斤半肉的牛肉麵 來 我們先喝一口湯試試看 這個湯非常非常清 然後清到會讓你覺得 它只有牛肉的味道而已 它不會讓你覺得喝起來很膩 它牛肉味道非常出色 喝起來整個就是開胃很爽的那種牛肉香氣 嗯 對我來說可能稍微清淡了一點 我加一點 他們家的辣醬看看 我看它裡面好像有在賣他們自己家的辣醬 所以應該對自己的辣醬還蠻有信心的 配一點辣醬試試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燙 它真的吃起來很舒服耶 牛肉也很軟嫩 有在關注我們影片的人應該知道 我們曾經有拍過一集 1萬塊的牛肉麵 我覺得這個麵 不輸他們那邊那碗500的 就算1萬的也可以比一下 雖然那個肉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我覺得他們整體的麵 配搭起來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覺得他們湯是真的好喝 因為他們湯給人一種清燉牛肉湯的感覺 但是又沒有那麼清 因為它鹹度很足夠 所以你吃起來 跟麵跟牛肉搭起來 哦 好爽 嗯 我來試一下他們的牛筋 因為我點的是半筋半肉 所以裡面應該會有一點點牛 啊 這塊就是牛筋 嗯 哦 這家店那個粉絲沒推薦說好吃 我覺得他的精髓就在於他的湯 夠鹹 配一點辣醬 又夠爽 哦 哦 來我們再來試一下這個牛肉湯角 這個湯角可貴了各位 裡面應該是 應該是10顆 然後它裡面也配一些牛肉 這一碗要150塊 試一下這個牛肉湯角 哦真的 他們關鍵真的是那個湯 你看兩邊都用了一樣的湯 其實你看這個湯上面 我們看看它湯的表層 其實也沒有什麼油膩的感覺 所以喝起來特別清爽 還可以這樣吃 我女兒特製的 哎 這個是什麼 豬耳朵 他自己特製的 他想說讓你們享受一下 這個義氣 你知道嗎 是 不容易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他覺得說很感動 不客氣 不客氣 東西好吃 有什麼好感動的 謝謝謝謝老闆娘 謝謝謝謝 很熱情啊老闆娘 來招待我們一份這個 特製的豬耳朵 湯女兒秘製 該不會喜歡我吧 來啦 那我們首先來試一下這個 老闆娘女兒 特製豬耳朵 光用看的 就一定是我喜歡的口味 上面放了很多香菜 看起來像青椒的東西 黑芝麻 涼拌豬耳朵 這個我就一定喜歡 試一下 嗯 100分 這個東西是在外面的那種 四川餐廳什麼的那種川菜 都吃不到這個味道 它又爽又香 風味十足 就是你看它裡面有很多的濁料 有花生什麼的 哦 我看這個老闆娘女兒應該是喜歡我 特別喜歡這個 就是它連上面的菜 都很入味 它調得很好 不得了這間 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太相信那個什麼米其林推不推薦什麼的 但是這一間好像也是被米其林餐壇推薦的樣子 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 有些店的水準一定還是有的 像這一間我就非常滿意 雖然說價錢可能有一點點貴 但是它的食物水平 我覺得它值得 哦 最好吃的除了麵以外 它的湯角我覺得做的也非常非常出色 就是它的皮呢 它的厚度剛好 它也不會覺得 像你在吃麵粉的感覺 裡面的餡呢 咬下去的時候是會爆汁的 這個湯角怎麼那麼厲害啊 如果你真的要我選的話 我最喜歡的反而是這個湯角 這個湯角真的好好吃 它裡面灌滿了湯汁 整個牛肉湯的那個蔥味灌進去了 然後上面有一點牛肉湯的油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 哦 整個口感很順很綿密 哦好好吃 我跟各位觀眾說一下 這一間是來宜蘭 一定得來試試看的 它不管任何食物 它的水平我覺得都還不錯 再來試一下這些小菜 還有這個皮蛋豆腐 哦這個皮蛋好Q 嗯 它的皮蛋也不會是那種鹹的 哦吃起來好舒服 你要吃這一家在我家樓下 每天都來一碗 嗯 有這種店沒有去開分店 我覺得真的是可惜 太好吃了 各位觀眾 這間店如果10分是滿分 我真的會給滿分 就你不要覺得 其他店怎麼隨便亂給個兩三分 這間怎麼是10分啊 以一個平民食物來說 它又不貴 卻讓你吃到這麼 這麼美味的食物 它吃起來每一道都很幸福 你知道嗎 就讓我任性一點 這間我就給10分 這間是真的非常好吃 屌 好啦吃完了 各位觀眾朋友們 首先呢 我真的覺得宜蘭這些小吃啊 真的很有台灣的特色 很有宜蘭本地的那個風情 就是什麼東西都加一個三星蔥 整個那個風味就提升出來 所以我自己整趟吃下來 我自己覺得還滿滿意的 而且東西都真的覺得還挺好吃的 特別是那家牛肉麵 還有那個蔥牛餅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住在宜蘭的話 可以去多多支持這些店家 說實話 因為目前疫情嘛 所以大家可能也不太想要出門 但是如果你做好防護措施 出去試試看 好支持一下這些店家 因為我看他們生意都不算特別好 所以還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平民小吃 如果大家想要下一集 看我去哪個縣市的話 記得留言下面告訴我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追蹤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Web 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